大家好,我是中医马学红 腰椎间盘突出 想要不复发 请您牢牢记住四个字 第一个字是躺 腰突患者在急性发作的时候 千万不要过多走动 不要觉得多走点路 没有什么事情 要知道神经根在这个时候 正处于水肿阶段 很多不经意的动作 都有可能加重病情 过床静氧 可以减轻腰椎的压力 缓解突出对神经的刺激 第二个字是暖 腰突的朋友 一定要做好腰部的保暖 即使到了夏天也不要贪凉 让腰部对着风扇空调 直吹 或者直接躺到凉席上 也尽量少去碰冷饮 如果突然出现了 腰部僵硬疼痛的情况 我们可以用热毛巾 进行局部的热敷 来缓解症状 第三个字是轻 腰突患者千万要避免 般提重物物 腰椎间盘突出 本身就对神经造成了 一定的压迫 这个时候稍不注意 就会对腰部造成二次伤害 如果实在避免不了这些动作 可以替代护腰 保护腰椎 第四个字就是练 腰突到了缓解期 疼痛症状没有那么严重了 神经受压的症状 缓解的差不多了 我们就可以循序渐进的 开始进行腰部机的锻炼了 其实想要避免疼痛反复 我们还是要让腰椎 恢复自我防护的功能 很多患者不重视功能锻炼 所以疼痛问题 就总是反复发作 大家在康复后 长期坚持腰部机的锻炼 一定会让你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我们下期见